好吃 那是当然 今天这地儿 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估计这些菜 你这辈子都没吃过吧 嗯 像我这样的诈生主妇 我哪里吃得起 这五星级大团店的菜 叶雪 你平时 不会不让你老上桌吃饭的 你看他 就跟没吃过一样 我看他吃的 这狼吞虎咽的 我看是呢 这你们一个个的 都是收贵的精英 这天天什么珊珊 还没吃过呀 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呀 那我可不可以多吃点啊 那你还真得多吃点 就怕你以后啊 再也没有机会 吃这么好吃的菜了 嗯 算好吃 老公 你有多吃的 哎呀 你快逼 不好意思啊 我妈还有事 先走 叶雪 怎么走啊 刚才我们说你老婆 你生气了 哎呀 兄弟 我们跟你老婆开玩笑 你不会真生气了吗 这么多好朋友啊 今天好不容易聚一块 再怎么样 吃完饭再走 啊 坐坐 是啊 聂轩 我们这几个 平时都这么开玩笑的 怎么着 弟妹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我哪里会生气呢 这平常啊 看我玩笑 看我善话的人多了 我一般啊 都当狗放屁 你说谁是敢啊 帮帮你啊 我说的 今天瞧不起我的人 你可别对号入座了啊 快坐下吧 叶雪 啊 大家一起吃吃饭喝喝酒 下几句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吧 啊 坐下坐下 还是云飞十大姐 哎 老公 咱坐下吧 不能丢了你的脸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干什么 来来来 爹爹兄弟啊 我敬你一杯 刚才的事 不要先去 啊 是吗 听呗 当然没有 我们没有那么小气 来来来 大家今天啊 都别客气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今天啊 我们家请客 对对对啊 今天啊 你们随便点 随便吃 吃好 喝好 还是好给一家子扩起啊 有大人物丰范 来 大家一起举杯 来来来来 三个 各位不好意思 这个天明阁包间临时通知 让大家清场 什么 我给大家换个普通的包间 可以吗 给大家带来众多不便 请谅解 你们饭店什么意思啊 没看见我们才刚开始吃吗 就是啊 这是什么事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啊 知道我是谁吗 敢让我们算猫想 不好意思各位 我也是按照领导的意思办的 我们这儿有位金卡会员 今天非要用天明阁的包间 因为他是金卡会员 所以他的优先等级比您高 这不 他已经在外边等着了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我们领导说了 这桌菜给你们打八折 金卡会员 金卡会员 一看是什么老总 万一得到了头好 不如让一让 很多点都拉着 执 这一看就是什么大扰 我听说这里的金卡会员 最低要充值五百万呢 浩哥不是一达集团分公司设计不经理 不是这里的金卡会员吗 叶轩 你老婆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 要不是方方家 我们来这儿吃饭嘛 你还说这种话 各位 不好意思啊 不是大家讲的这个意思 可能可云只是好奇想问一下 行 大家将就给他了 换个包箱 那明明是我们宣爱的 为什么要孙力卡 你没听见吗 刚刚那个金卡会员 他点名要来天云阁包箱 那不管是什么会员 也总要讲个先来后到吧 林可云 你脑子怕有什么大病吧 刚才都在咪着不知声 这口猫出来逞什么能啊 你没听见吗 人家说是金卡会员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大家都不知声 就你事多 妈 这臭娘们 知不知道这桌菜有多贵 现在能倒折这种好事 可不能让他有破坏了 写轩 我没用 可云 就少说两句吧 还嫌不可说什么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我们就换个包箱吃也是可以的吗 是不是 这个去哪吃不是吃吗 对啊对啊 干嘛非得交这个劲呢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能跟人家金卡会员比吧 没想到了 叶萱这老婆 剩这么多 哎 可云啊 既然你这么想在这吃 那不妨你出去跟人家聊聊啊 让人家把这天云阁包箱 让给我们 芳芳 你也不要跟他开玩笑了 他要是能把天云阁包箱要过来 那太阳不从西边出来了吗 哦对 是难点 快死了 可云 你怎么这么较真啊 咱们换个包箱吃不也一样吗 老公 我没有较真 只不过 我们是真的可以留在这个包箱 哎 你可别光说不做呀 你这会儿就出去跟人聊啊 对呀 看人搭不搭理你 你倒是去呀 好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答 看吧他能耐的 待会儿看他怎么收场 嗯 喂 张管家 我们现在在白云大姐店的天云阁包箱吃饭 现在有人要跟我们想包箱 你赶紧给我处理一下 等一会儿吧 他们会把天云阁的包箱让给我们的 一雪 你老婆吹牛不分场合了 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把天云阁的包箱让给我们 就是 这不知道的 他以为这白云国际大饭店是他开的呢 真是一点羞耻心的 是不是真的 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哎呦 拜托你 趁你也照着镜子好不好呀 你们一个个儿呢 遇事儿只知道往后躲 此人呢 却永远都重敌 各位先生女士 你们可以继续用餐了 祝大家用餐愉快 什么呀 这人难道真的是看您可怜的面子 老婆算让给我吧 那不可能 我才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面子 叶萱 你老婆面子这么大的吗 他能有什么面子呀 可能只是碰巧 碰巧啊 那肯定是巧合呀 你看看 刚才让他硬着头皮装一下 哎呦 没想到啊 还真的你可装成功了 哎他们呀 肯定是连事有事 他们不在这吃了 我们自然就在这吃了 我刚才出去也没做什么 哎没想到 他们就要帮家让给我呢 你在这叽叽喳喳说什么呀 谁说是你的功劳了 就是 脸皮可真厚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不管怎么样 今天呢 咱也不用换包厢了 也是好吃多磨 咱们呢就吃好喝好 各位 金卡会员特地给大家送来76年的拉菲 并表示他的歉意 他说他不知道各位是义达集团的人 所以失礼了 这瓶酒送给大家 也希望日后义达集团能给他行个方便 这是他的名片 哎 义达集团的 浩哥 这一看就是给你面子啊 浩哥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你看这金卡会员这么丰致 你可真是太给我们长脸了 浩哥 是啊 浩哥年纪轻轻就已经是 义达集团分公司设计副经理了 人家肯定也是看浩哥 未来前途无量 所以才来巴结的 哦 原来是看浩哥的面子 差点被夜深的老婆忽悠过去 都是小事 小事 看看这真正有实力的人都是这么低调 不像有些人强出头 哎 这个好吃啊 你们快吃啊 不然一会儿都被我喂吃了 林柯云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行 我老公让我保证 那我吃了 哎 好了好了 刚才一个小插曲 不要影响大家心情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嘿嘿 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我出去有点事 你先吃 哎 你怎么了 没事 叶璇他老婆 吃饱了没啊 嗯 吃饱了 吃饱了 你就赶紧走吧 别在这影响大伙食欲了 既然你们食欲不好 那就少吃点 我帮你们多吃点 哎呦喂 你瞧瞧 瞧就他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是 也是难为叶璇了 找了这个老婆 就是啊 这个微笑上帮不上什么忙也就算了 那参加老公朋友的聚会 还能弄成这个样子 哎 我说弟妹 这女人呢 一直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是不行的 依我看呀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那是非常重要的 身为人妻 那总得有能力 在老公的工作上 为其非由解难吧 那你说说 你能为你老公做点什么呀 嗯 我 哦 我做的饭 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吃 哎 这可算什么 你看看这外边 什么善知海味没有 再说 在家里做饭多了 可是会变黄脸婆的哦 你看看那那皮 再看看我们方姐的皮 就我老婆的皮肤 出于说 18岁都有人信 最贵 是啊方姐 这是怎么保养的 教教我们呗 哎呀 这么简单 主要是啊 我老公特别舍得 在我这个皮肤库里上花钱 哎 这样啊 改天 改天我签你们去做美容 好啊 哎 正好我还没去过美容院呢 那一定很贵吧 林可云 关你什么事啊 方姐说带你去了吗 怎么 方姐刚才不是说请我们吗 难道方姐是瞧不起我 不愿意带我去吗 哎 还是说 方姐 她舍不得多花一个人的钱啊